這是一個三十幾歲的越南童工 因為他大概是兩個多月來 逐漸的後頸部有一些麻痺的狀況 偷皮會發麻 那到處就診 這些診所都沒有辦法找出原因 那後續呢 他就越來越發現四肢也開始出現一些麻痺 甚至有一些無力的狀況 所以不得已就趕快來我們大醫院 讓我們張機就診 那核磁共振的部分呢 就是在頸椎的第一節的位置 看到了一顆大概一到兩公分的一顆腫瘤啦 再加上有壓迫神經的情況 這個脊髓的位置整個都已經壓迫了 所以在這樣下去會擔心他有一些癱瘓的情況 這個腫瘤等於是埋在這個骨頭下面 所以我做的先是把它後面這個骨頭先拿掉 拿掉之後進來之後 拿掉之後我才能拿到腫瘤 再把腫瘤整個都拿乾淨 拿乾淨之後再幫他把骨頭裝回去 那骨頭要生長需要三到六個月時間 那現在對他來說 其實我把這一塊骨頭拿掉 他的頸椎 頭 頭骨頸椎的這個穩定度是不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們當時就沒有幫他去打釘子 去做內固定就沒有做 所以只是拿掉一小段的骨 那我現在是希望這一小段可以生長 所以其實他要低頭 低著頭是可以但是不要長時間 然後怕的是他突然用力的 要搬東西突然的甩頭 你甩的時候這個骨頭 因為他畢竟固定回去 我那時候不用考慮用健保 所以變成說裡面也是用線去固定 所以那個骨頭多少都還是會移動 移動的話變成他生長的一些效果就不好 來台灣工作多久 我現在三年 來台灣三年 所以中文會講一點點 我們公司 一些男人太多了 麻了多久 是三個月到四個月 哪裡麻?哪裡麻麻的? 啊... 手打水條 啊這個啊? 都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會沒辦法拿東西嗎? 現在可以拿嗎? 現在可以拿嗎? 現在可以拿 馬馬的時候不能拿東西 會掉 拿不住 我們手術的切除呢 大概主要還是有跟他解釋 從後衛的方式 這個是前方 這個是後方 從脖子的後面進來 將骨頭做移除之後 然後再進到這個神經的部分 把神經裡面的這顆腫瘤給拿掉 這種我們把它稱作叫做神經水俏瘤 那這種 許旺式細胞瘤 長出來 大部分在脊椎的良性腫瘤裡面 是算常見 但是在耗發來說 相對來說也是很少見 所以常常民眾們就是有一些症狀的時候 四肢麻痺啊 剛開始的一些症狀 如果輕忽他的時候 也是有可能是這一類的肌部 當然 這個神經水俏瘤 在整個脊椎來說 都有機會會生長 只要是 周邊神經的部分都有可能 那 不管是頸椎 胸椎 或是腰椎 都有這樣的發生率 神經外科醫師的技術 也都在進步 那現在這些手術 都是用顯微鏡的方式 顯微手術 那又可以搭配其他有像神經監測 在手術當中的神經監測 更可以幫助我們 在手術當中 避免不必要的神經傷害 產生 所以目前 現在的醫學條件來說 這一類的腫瘤 這種良性的水俏 神經水俏瘤來說 手術的成功率都非常高 那 隨著腫瘤的長大 慢慢的神經的壓迫 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也會產生 後續越來越嚴重的 一些神經體的問題 所以有這樣的症狀 還是會希望就是 盡早就醫 會比較可以 排除掉這些問題 是 是 是